我名叫沈云光 现年69岁 湖南南 我背负十一位 对高万正的五序名人 我成小 就跟他学习吴家全 吴家全是自圣朝大教 无垠战志家 吴家全流圈全国各地 早一辈子年前 湖南社流圈深谷 吴家全是小家子工夫 精工心快 登祖优美 有武术祭招 十两不清真 灵活园印 老少私女 机能精神混体 又能浑身 是名家 少有的武士 为了 二后在各后的练习 我曾经整理 篇写了 新的吴家圈 四四八四 跟大家学习 全头动作也呢 文字幕志愿者 杨树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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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二个人叫左右推手 这个推手是顶部推手 不是根部 这些打的手是一个 左右推手 乌家圈都是小价值功夫 不是洋师圈 这个推手就是关了人家的脚 把人家推翻 推的打到旁边去 把人家打翻 这叫推手 也是 关长人家就讲 左右 叫左右推手 下面 我请我的太继权朋友 胡耀朱同志 走四弯动作 它是腰肥皮包 我也是腰肥皮包 扔到 我怎么推他 我这个左腰脚提起 向前击一步 挖了他的这个脚 挖了他这个脚 以后 再怎么 推出去 就是 腰头上 左腿上 走着向前 我也必须是走着向前 走着向前 走着向前以后 我这个脚 击一步 腰脚挖了他的这个脚 挖了他的这个脚 就这样这么 趁着去 发力 看这边示范 这一边 还一边 一步一脚 它是腰肥皮包 我也是腰肥皮包 这是荒肥皮包 我这个腰肥皮包 左脚挖了他的脚 这么挖眼 把他的手横下来 这么一趟 就把他打开 他走着向前 我也是走着向前 你不要 他如果走着向前 你如果是腰肥皮包 就不能拍他了 他走着向前 我也必须走着向前 对 我是进一步 完了他走不来 啪 这是 左右 抬手的动作 这个动作 也是跟抬肩拳的 这边楼肩拳股的性质差不多 好 下面 是群铃手 这个群铃手 这套吴家圈的名字 它又叫群铃手 主要它的特点就是群铃 通过这个群铃是大人家的三瓜 主要是群铃手 主要是群铃手 群铃手 主要是群铃手 群铃手的重要的是什么 你跟人家不到人家打个票 看着你这个手 也乃不发 人家要打你的三瓜 你怎么办 你必须要齐发 你就这么 齐发 带着你的 主手怎么办 也乃不发 就这么要齐发 这个练习黄化 一边停一下 走一步就停四下 你说 一二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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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群铃都很有爆发力 下面 我请我的太区群铃手 走四方正中 给大家看 他抓了我的手 他抓紧了 我这么 乃不发 他那个手要算呢 要真实行好 要劝我的手 我怎么办呢 怎么搞发呢 要这个手下沉 这个手算起来 哼 就齐发 他 让了我的手手 我这么乃不发 怎么办 人家已经成了一手了 你这个手呢 很大 不发的发 我就必须要齐发 这个手下 这个手就算了 要劝劝 才有爆发力 是吧 那是叫做群铃手 你看他这边示范 他抓了我的右手 那这么乃不发 怎么办 我如果手去慢了 他就把你劝我的手 为什么呢 哼 起话 他抓了我的左手 这乃不发怎么办 这么急 哼 那就是群铃手的作用 那是我们行步 打个底下 我去记得吧 不得都是行步 群铃手 抓手出根 所以群铃手 是最关键的 下面的五个正座 是 腰铃手 是腰铃手 群铃手 一号 腰铃铃手 就是大三管 带有名贵性的 铃铃手 就抓到你这个手 吹了你这个手 所以抓到这个手 这么一吹 走铃铃手 也是一样的 把第二段来 转给这个走铃手 你看下面 请我的好朋友 走四万针座 首先 我们两个人在步道 都是 走铃铃铃铃 我要就向前 我捡了他这个手 但是 挖一管再生了一管 这是出瓷器 我这手 蹲了他这个出瓷器 这个倒往这一 这么一吹 把手吹了 他如果说不倒下来 他这个手就断了 你看到 在这边 大家看一下 两个人都是手费笔包 你看到 我这个腰椎 挤一步上去 打了手 这是 金石秦号 金石秦号 崔铃手 派和金石秦号 这都是 铃铃铃的动作 走金石秦号 要走金石秦号 还要走金石秦号 啊 金石秦号 嗯 啊 下面 就是 熏手秦阳 第一个动作 金石秦号 熏手秦号 这个熏手秦阳呢 就叫做 十两背猩柳 激烈打黑,你等我一扑,我打打他的手,啪! 他等我一扑,打黑搞真了,你看,我一承,我打了手,啪! 或者这个脚,这么一弯,朝他的脚,啪! 这叫顺手轻摇,他等我一扑,打掉这个脚手, 顺手摇,顺他的手,顺手轻摇! 顺手轻摇,叫十两不轻摇! 下面,我怎么的好朋友要做什么? 给大家做四万公斤做,首先两个人都是守护蹄毛,他等我一扑,他等我一扑,我打手,啪! 好,你看这边,你看,都是央族轻摇的守护蹄毛,央族轻摇,他等我一扑,我打手,啪! 好,这是叫顺手轻摇,十两不轻摇,也是叫做吉利大利,这就是无需的记照,拼领手于这个,央族轻摇好语,顺手轻摇! 好,我们下面学习的这么多,就是十个乌鸦摇式,这个地鞋头就是乌鸦摇式,乌鸦摇式是什么作用? 你是不是我关了人家的腿,这个脚啊,关了人家的脚,这一绑子啊,砍下去,脚一摆,手一摺,把人家打翻,也可以引拳,引拳看人家,来,啪! 我按说是五岁,我们要心黄好根,你不能说心黄好根,那是错误的,我这一种砍下去,是心黄,是他的手腕,不能紧跟我,我再紧跟他! 这是乌鸦摇式,这个乌鸦摇式要想打得好,也必须要练习得好,要谁得练! 下面成为的好朋友,亚洲城市做四万动作,我们两个都是有肥皮包的动作! 然后,他要做三千,我也要做三千,我要做几一步,我走脚,完成这个脚,我这个手呢,砍下去,他的这个手就脱下来了,要脱这么了,他不能紧跟我,只有紧跟他,要斜要好,好跟,啪! 他走脚,他走脚上前,我叫必须走脚上前,我走脚上前,我为三步!啪!啪! 这样子叫得五岫婆子,你看我们,在这边刷,给大家,要踩皮包的动作,我走脚上前几一步,在一圈, 你可以忍受,你可以忍受,走!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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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走脚上前,我也走脚上前,我走脚上前,走脚上前,我走脚上前几一步,又走,关了这个脚,所以看着脚!啪! 这是叫五岫婆子,这个工夫啊,这个五岫婆子要很好的练习! 这是练习红发,第八个人家是夏城区,五岫婆子一号,夏城区是顶部打车,是顶部夏城区,打人家的直部,住手把车,右手把车! 这是顶部,这都是顶部,这是虾城区,在虾城区以后,第九个动作是顶身高手,这是一个孤独动作,做好下面呢,精工地准备! 下面,第一单巧合同中,我们已经切完了,看我背向示范! 我icles,这是张冰! 发生了一分钟,我们已经切完了,看我再去看看,我们已经切完了! 这是张冰 唇 我 你 下面我们学习吴家权的第二档 第二档整根一丝一个灯子 一丝一个灯座 下面还会圆灵一片 第四 左右腿屎 十一 首飞琵琶 十二 圈圆屎 这三个灯座我们第一档已经学习了 现在不讲完这三个灯座是相同的 下面我们的走进式请号是三个灯座 是圈圆屎一号 走进式请号 走进式请号 再走顺手提摇这两个灯座 我们第一档已经讲了 这个邀进式请号 邀顺手提摇 现在是合适说法 走进式请号 走顺手提摇 是合适说法的 走进式请号 走顺手提摇 下面我请我的好朋友 回家渡城市 走四万灯座 大家看一下 他是走就顺前 我也走就顺前 走回乒包 金石请号 走手金石请号 我搭了他的这个左手 我搬了他的这个脚 这边搭了这个球 完事 走 好 看这边 他也是走就顺前 我也走就顺前 我走就顺一步 外面他这个脚 在走上走金石请号 这叫金石请号 再打这个三管路了 哼 你看 啊 在走金石请号 再有顺手提摇 走就顺前 他顺我一扑 打了手提摇 你看 你看这边 你看 走就顺前 他等我一扑 一扑 我打手 啪 这叫吉利打印 叫金石请号 顺手请号 这叫十两不清真 啪 啪 啪 这叫零和 人家给大家 你一扑 你打他的手 啪 啊 他就这边 端子 啪 啊 这叫十两不清真 顺手请号 下面 这叫做二龄西区的动作 二龄西区啊 就是三个手术 你看 枣子啊 靠人家的眼睛 二龄西区 啊 发出去 通过全力手的 送出去 发出去 靠着 啊 啊 这个功夫 是无需继续动作 我们必须要有保援心 你学了这个功夫以后 不能随便去用 你如果让人家 跟人家吵架了 你没得保援心 你出手就靠灯 老是叫在你靠灯正中 别把人家的眼睛自残了 就害了人家 你可以练习 但是不够使用 那是关经文 时刻 遇到真正的犯人 完全时刻没办法了 你就可以 会赢这个无需继续 二龄西区 可以靠一个真 所以呢 这个二龄西区啊 是无需继续一般都不有用 大家 真要 这些这个二龄西区 就是个体力手 最后 来 发解了 这么来 靠的 靠她的眼睛 这叫二龄西区 下面 西区 是促的 双手 提脚分开 嘆 嘆 嘆 你会嘆要嘆 嘆 是粉刹,刹出去,是这个脚冰霜的力,刹他的腿,刹他的腿。 因为刹他的腹部,高点是腹部,下一点是刹他的脚,打到他的腿,刹他。 这平时就这么练习,那叫左右腾腿。下面,17个人是刹腿。 左要掃腿,通过掺腿以后,这个脚右走向前,这个脚撕出,关到人家的脚,把脚也打一手一圈,掃,关到人家的脚来,掃,这叫掃腿,十七个程中,啊,掃, 掃,下面,我请我的太医院朋友,霍亚渡城市,走四万正多,首先,它是幼黑皮包,我也幼黑皮包,如果这个地方,打开两万多,不得这个地方,我必须这个脚来要挤一步,这个脚啊,弯了它这个脚呢,掃,这个脚弯去,这个脚撕,弯了这个脚,我这么去,啪,就这么说, 我倒下去,再来,好,你再来,你看,要脚,要灰皮包,你看我啊,做烧菜,你看看,要关上这个脚,啪,对,好,它左脚向前,左脚向前,它左脚向前,它左脚会皮包,我也必须要左脚会皮包,你看看,荒乡不能搞法, 你跟人家不知道,它左脚出去,你怎么扫它呢,必须要左脚去扫,这叫脚一步,这么关上这个脚,啪,对,好,看这笔书吧,好,要灰皮包,我也要灰皮包,身要落垮,这个脚,脚一步,这么去,关上它这个脚,啪, 好,它左脚,这说实销嘛,左脚会皮包,我也要左脚会皮包,我急不想吃,我怎么关上这个脚,这么,啪, 这是小娃 主要扫腿 主要扫腿的动作 十八 尖龙探枣 尖龙探枣 也可以有三个手术 也可以有五个手术 跟猴子要 可以等人家的面部 等人家的面部 精能探枣 等人家的面部 出人家的眼睛也可以 出人家的皮子 出人家的舌巴 出人家的头部 这叫精能探枣 十九个动作 二斧下山 撑的虾城 真家 三兵撑开 但有八花力 两兵撑开把人家打发 这叫精能探枣 叫二斧下山 真家 这叫二斧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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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在练习的时候 必须要要爆发力 要通过整脚啊 才是爆发头力去了 精能探枣 二斧下山 下面 卷身高手啊 是一个孤斗动作 这是一个孤斗动作 这是一个孤斗动作 它没有什么更何含义 是做好真的的准备 这是第二道 比肯于十一个动作 下面 看我背向引力 下面 我们学习吴家卷的三档 第三档 更是十个动作 啊 我们第二档打到了这里 卷身高手了啊 二一 主要成手 二一 十二 十二 二一三 拼凝手 这三个动作 一旦我们都已经学了 不讲开了 我们学习 第二十四个动作 第二十四个动作 就是 丹沙 这个丹沙 就是留意着 来 武士兵人 来 这个丹沙 好比刀要砍下去 来 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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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拼打丹沙 来 人家如果他打丹沙了 还必须有个拼头的动作 来 你看见人家要去丹沙了 你就知道 啊 这个丹沙 平时利息 你可以在那个柱子上面 这么砍 就这么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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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扭一种砍 这一丹沙发出去 披他的头 砍他的头部 也会砍他的命门 这还要爆发力力 好比刀要砍下去 你手有力啊 爆发力好呢 人家怎么吃的小啊 你这一丹沙披下去 对不对 左丹沙 右丹沙 你这一丹沙 再叫辽营 一扯呢 就抢上 辽营抢上 一丹沙 你是不是左手 大家看下去 辽营 抢上 这个抢上呢 是手这么砍的 有一定这个根理 对不对 看了你的后论 下面 我现在好朋友 这四万针子给大家看一下 他仰会皮靶,我也仰会皮靶。 我仰就舍着舍着脊椎, 蹲手,砍下去,把他的手砍下来。 看着脱着,就叫了音。 穿上。 这是另一个功夫。 你看他走着舍着, 我仰就舍着, 我删着脊椎,一当上, 砍下去,那叫了音。 所以说了就抢上 看这边 廖云抢上的政策 这是我去记上 他要去上前 我也要去上前 我要去第一步 这一大杀 砍下去廖云抢上 他走去上前 我也走去上前 走去第一步 这一大杀 砍下来 廖云抢上 这都是 这都是 廖云抢上 这都是无数记车 特别是这个廖云的公司 是 劳人家的高原 这个公司一把你都不有用 因为你学了这个记车以后 也跟人家吵架 一大杀就聊天 你只有这么快就收到这个公司 人家怎么收得了啊 人家就要自查 这个公司学了 必须要保养性 要讲究武斩 也不能我学的工夫啊 老师教了我 我就来的脾气跟人家吵架 我就是一 一大杀一疗人全说 你那说实说呢 那怎么行的呢 那你受到法律的制裁 那不行的啊 因为我这个武家庭啊 是父亲子教的功夫在古代 是家庭功夫不捐外人的 因为现在改革开放了 为了精神 讲究 所以 我也是老了 才告诉大家啊 把这个发扬 生活的这个武器 发扬康大 所以赛全你们 你们必须有保业心 来 单杀 了应 抢杀 啊 啊 啊 这是三个动作 实在有荣光性 下面 就是 左腰蓬 啊 敲上一哈吧 两边都有地露 你看 啪 啪 啊 把两边的地露打开 啊 啊 敲上 啪 啪 这叫左腰蓬 啊 啊 这叫我又要捧 二十八 是鱼蓬腿 捧着一哈 鱼蓬腿 先踢左脚 再踢右脚 两个走同时起跳 插了你的瞎窝 插了你的头部 插了你的心部 都可以 这叫鱼蓬腿 武生打脚模棱啊 大脚模棱就是你的鱼蓬腿 啊 他就是鱼蓬腿 厉害 你看啊 三个鱼蓬腿 三个鱼蓬腿 这个叫鱼蓬腿 这叫鱼蓬腿 鱼蓬腿 鱼蓬腿后面 就是 鱼蓬腿 嗯 你看 三个七发 啊 这叫鱼蓬腿 你看啊 两个手包包得很强力的 啊 两个拳啊 这个拳面要平 啊 拳面要平 啊 这叫鱼蓬腿 嗯 第三四顿 叫鱼蓬腿高手 第三个拳鱼蓬腿 我们已经学习完了 下面 本项鱼蓬腿 你看 我可以的 你看 我看 你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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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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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作 四四十一 創作 創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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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作人